为了抱团取暖 这群医学生将病人晾在病床整整一小时 不是你们一个多小时了 都还没去看过那个病人 你们又不是小学生 还要结伴出去干嘛呀 下午两点 正值医院收治新入院病人的高峰期 主治医师谭医生在查房时意外发现 新来的病人根本没人管 已经被晾了一个多小时 而早在上午 他就已经给实习生们 分配好了收治病人的任务 今天就那个三个新病人 就好像原来的分 反正22床本身就是你的床吧 你去再收掉 然后23床是雷不原你的 2324都说的 23你说24归你 你们待会自己注意着看看 带着满腔疑惑 谭医生来到办公室进行询问 这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你们新病人还没去过是吧 没有 对我带他一起去 他之前没查过 为什么是带他一起去 我从来没收过别人 那我们刚才干嘛不去 看他的 就看电视 就是你们一个多小时了 都还没去看过这个病人 感情到了现在 三位实习生还不敢独立行走 收治病人都得抱团一起前往 又因为没有第一时间了解病人的情况 导致事先规定好的病程也没开始写 极大程度耽误了工作进度 考虑到实习生们刚毕业不久 谭医生只能强忍怒火 再次跟他们讲道理 教理提高点 两个小时的女叔叔 你们干了些什么 病人没收 病程都没有完全写完 你们有时候自己主动的盯着点 要主动找自己的活干 以后这样啊 各干各的活 你们又不是小学生 还要结伴出去干嘛呀 这哪里是实习生 分明是请来了三针大佛 因为不敢独自面对病人 索性将病人晾在病房一个多小时 这万一出点什么事 谁负得起责 用演播听嘉宾的话说 就是典型的学生思维 面对高压的工作环境 本能抱团取暖 想像学生时代一样 手拉手上厕所 但很显然 这样的模式并不适应于职场 看到这我算是明白 为什么领导都不喜欢手底下员工抱团了 毕竟抱团不等于团结 前者是携手倒退 后者是齐头并进 感谢观看